极舒棉Plus使用步骤 第一步,把极舒棉Plus放在弹簧床垫上 第二步,将棉被完整覆盖在极舒棉Plus上 第三步,温度设定为最高温,定时4小时即可杀菌除满 极舒棉Plus杀菌除满,让您安心好眠 加入QR Code,了解详情 大家好,同温层突破同温层,我是同文勋 我是杨宥宣 杨哥继续讲 好,限期国土下架,蔡英文的非论文 我们劝国土,派路不能走 要改邪归正 今天把这一本非论文放在论文的那个向下 这是邪路,邪路不可走 要改邪归正 当然一方面也为各位的未来的前途着想 这么多年才到了国家图书馆可以为这个国家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结果在这个非论文事件上面 这个论文本问题上 你们没过关 你们没有过关 那违法的市政这么明确 还可以撑在那里 我看还能撑多久 监察员已经在动手做调查报告 好 那所以我们进来 我们说要这一集要完全破解他的整个论文嘛 其实不难,我们就看中文的部分就好了 好,所以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张图 他的八篇 放在这个七篇的中文里面 请这张图定久一点 一直到我解释完这八段为止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就是叶嘛 他这个罗马字的I到XV 总共15叶 那这个是放在他政大28期 1983年 预知所谓的这个 博士的这一个 这一期 他最前面的这一期 题目叫做国际贸易法术原则 经济结构转型及萧条期 他喜欢讲萧条 那这个东西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他放在他这个论文的一开始 他就讲说经济萧条 所以呢 什么自由贸易的最高的这个精神 是要让全世界的财富增长 的这个目的达不成 这个我们过去过了 其实从来没有这个任务 祸畅其流 祸畅其流就可以 这个我们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然后一开始破题就错了嘛 然后他就后面就整个歪楼了 可是我们从来不要忘记 他后来这个论文题目叫做什么 Unfiltrated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就说 他的这个题目是 大西洋跟太平洋 怎么可能把它写在一起 后来我们发现说 他可以写在一起 因为他把safe guard弄错了 他把safe guard弄错了 他把他直接误会成 是一个防卫机制 其实他是一个逃避条款 然后我们看他第二个parts 他放在了政大31期 的这个 他讲说国家之经济干预 与国际贸易法 然后就讲到这个补贴 跟这个平衡税 然后把它翻成横平 所以都是错的 这种这种东西有上中下三级 那我们讲过 这跟台大的第十三卷第二级 一样他从头到尾 就在反复重复在讲什么东西 讲瀑布税 讲这个重复磕税 讲美国会把欧盟的这一个VAT 这个加值税 把它视为是补贴 所以这个有关于补贴 以及要怎么断定什么是anti-dumping 什么是反请销 什么是补贴 这是没有办法非常模糊的 没有办法判断的 于是他就一路写到了反请销法 这已经到了251页了 大家不用看 真的就直接到了251页了 记不记得反请销的那一篇 最后我们有破解过 他就是说这个 我们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 当品请销是好事 对国内没有任何的伤害 所以请销是好事 你看他请销这么便宜的东西到你家去 怎么会是坏事呢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反请销 所以不应该用反请销法 反请销法应该要把他怎么样 整个废除 然后他还说这是他恩师的主张 所以到了最后一段 就是到了298页 他讲那个国际市场 跟国内市场是保护 讲GATT第19条 就是这个逃避条款 以及VERMFA 他就说 这个理论就是这样子 他的观念整个错误之外 最后的结论 先讲到最后的结论 我们结论有说了 我没有比对到在任何地方 他有出版过中文的 可是英文的部分 我们也这个破解完了 所以我们请老婆进来 回来现场 刚讲这个所有东西 最后的结论的部分 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这样讲 就是说GATT的 所有的制度都是错的 因为GATT无非就是 让你有一个非关税 障碍要拿掉 让你有关税的方法 机制 可以让这个不公平的国际贸易 可以把它平衡回来 那你把它平衡回来 你不是惩罚他 只是把它平衡回来 你还是要继续让他 豁上其流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这是唯一的目的 就是这样子 结果你说 这个Anti-Dumping 豁上其流的 Anti-Point可以 唯一把它补回来 这个东西呢 要废止掉 然后他说 这个是Basello的主张 他还引了Basello的 这个文章 有一篇论文 是在1977年的论文 然后他就说 现在我新创了两个机制 新的双轨制 第一条轨道 就是原来的逃避条款 19条 JTT第19条 长期化 对 要把它长期化 你已经可以拿到JTT的 这个博士论文了 另外一个要创造一个组织 创造一个组织 Incognition Trade Center 然后这些人呢 会自动的出来惩罚 这一些当平的国家 然后这些当平的国家 应该要让他自己改进 所以要用VER 要用NFA 就是自动出口管制 就像这个纺织品配合一样 所以自动出口管制 把它控制好 他所说的 他的所谓的 非论文里头所主张的 根本是跟今天 全世界Incognition Trade 背道而驰 不知道博士如何能够到手 而且非常的可怕的是 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要 一定要处决他的这个 四死他的老师Basello 因为他其实扭曲他的话 是否我们有坚定的信念 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们来打造 这个T-Coin 美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 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 Team去做微物激震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 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 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 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 微物激震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这些律师 都可以用区域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号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